大家好 我是小哈 現在是我的早餐時間 然後為什麼我要拍這一部影片呢 是因為我發現我好像都沒有來肯德基吃過早餐 今天是第一次到肯德基吃早餐 所以想說來記錄一下我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不管了 那我今天在肯德基點了什麼東西呢 我來看一下我的名氣 我點了雲子嫩雞蛋烤餅套餐 然後它的套餐價是59元 搭配的是茉莉綠茶烏湯 它的糾肉已經超死欸 這個就是它的烤餅 看不到中間我先吃一半吧 中間有蠻厚的雞蛋嗎 還有菜 然後還有所謂的雲子嫩雞 它的味道是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是清爽的 真的蠻適合當早餐的 口味不會太重鹹 但是份量我覺得不會太多 適合平常吃份量不多的人 那如果你平常是大胃王的話 你就直接開吧 又沒關係 那他很怕吵到大家 他很小心翼翼在撕那個膠 你知道嗎 好 這也不是重點 我覺得蠻適合給那種 平常食量不大的人吃 要打分數嗎 這算正式影片嗎 那你就來打個分數吧 加飲料59元 我會給他7.5分到8分 除了這個的話 但他其實點別的東西 竟然他都已經小心翼翼打開了 我來拿他的早餐給你們看 他怎麼會打開就被我搶過來 他點的是什麼 我幫你看一下 他也是雲子嫩雞 可是他是燒餅耶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燒餅 燒餅 你看到嗎 看是蠻厚的 所以我決定透吃一口 好燒 好燒 還給大家 燒餅我還給大家他了 他的內容物呢 跟剛剛的薄皮嫩雞比起來 他沒有蛋 然後整體吃起來我覺得 比較偏油一些 那如果要我推薦的話 因為我一直買這兩個 然後又加上我第一次 到肯德基吃早餐 然後我會比較推薦烤餅嫩雞耶 早上剛起床 我覺得不太適合吃太重鹹 又太油膩的東西 那大家如果來肯德基吃早餐 可以考慮買看看這款我點的 我看一下喔 雲子嫩雞蛋 烤餅燒餐 那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跟我們分享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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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的 我們來看的 說明 我們來看的 我們來看的 我們來看的